法式杏仁蛋白饼 今天我会教大家做法式杏仁蛋白饼 首先我介绍一些材料 可以看看这边 这里是杏仁粉 这个是糖霜 这个是可可粉 或者可以用其他色粉去代替 而这个是砂糖 这个是要隔两天的蛋白 首先我们将杏仁粉倒入糖霜 然后将可可粉倒入 记得在做之前要先把杏仁蛋白饼 然后将这些粉全部拌均匀 你会看到有些粉是会一块一块 大块了 你可以用筋去压碎它 拌均匀之后 我们可以首先将粉放在一边 然后将蛋白倒入糖霜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打蛋白了 这个砂糖 稍后会分三次倒入蛋白 那你就要准备了 要分三次 下面一个一块 拌均匀 然后再用一块 放入蛋白饼 它取出蛋白饼 然后再去砂糖霜 就能做成好 然后再压一下 把蛋白饼 冇出蛋白饼 放入蛋白饼 这样 Aber grab Mega I4 分三次 先但再放入蛋白饼 大概落三分之一左右 接著繼續打 接著落最後一次沙糖 接著落後要打到站起來 像這樣 完成之後就是蛋白箱 之後我們會把剛剛拌均勻的粉 分三分之一先 用刮刀 盡量把粉和蛋白拌均勻 但記得不要太大力壓到蛋白 拌至差不多之後 就可以把餘下三分之二的粉倒進去 然後我們會這樣拌均勻 然後我們會這樣拌均勻 這個拌均勻 其實就是把粉和蛋白 可以徹底混合 好,我們拌均勻 完全看不到有粉在外面的地方 我們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這個步驟 就是我們要把整個蛋白和粉的混合物 給壓力 把它壓到邊 壓到邊後 就把它刮到中間 然後再重複一次再壓過 這個整個過程 做大概五次 至六次左右 做好之後 你會看到 它會慢慢像瀑布一樣 發出來的 OK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就會把剛剛攪完的 倒進一次性的支袋裡 你可以像我這樣 把一次性的支袋 套在一個涼杯裡 這樣就方便來倒 我們就要打開 放置 我們就要把他回家 做好 做好 然後 然後就可以在焗爐盤上放一塊不煎布 之後就可以去折架 完成了 攪拌完後要放在室溫中 放大約20至30分鐘 之後就會入焗爐 現在教大家做麥克蘭的餡料 這就是我們的即溶吉士粉 加大約5倍分量的鮮奶 待會我會慢慢把鮮奶倒進去 然後用手動的打蛋器慢慢在這裡刮 務求令吉士粉更滑 然後開始了 攪拌均勻後 可以倒進即氣一次性的擠袋 然後放進冰箱就完成了 然後放進冰箱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焗好了 冷卻了一段時間的法式大筆下人餅 慢慢在筆尖布上 慢慢逐步地拔出來 你可以找到差不多大小的蛋白餅 然後用我們剛剛做好的醬在中間這樣煎 然後把兩塊蛋白餅合起來 你看到這個就是做好的麥克蘭 沒有什麼烘焰 就像我的健康嗎 還有什麼烘焰 是不是經過的